日期,你會發現這個日期 你會發現這邊是29,846 你會發現為什麼這個看到的結果跟這個不一樣 其實所謂的日期,在ESALE裡面就是跟1900年的1月1號 相比較之下,相差幾天的意思 也就是說這個日期,到1900相差就是29,846天的意思 OK,那實際上它裡面是一個數字 只是那你想說那為什麼它這邊看到的會是這樣的格式 因為ESALE它會自動幫你加上格式 理論上應該是西元 那因為這邊應該是格式成民國 有沒有,我們好像在那個 不過民國年的部分比較特殊 只有在 我們繁體中文的版本才有 這個所謂的中華民國力 因為這邊有同學是 英文版的 他就沒有了,因為英文版沒有這個東西 其他版也沒有這個東西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 可是問題我們要怎麼去取得70 其實很簡單 以後你們可以記一個 類似的SOP啦 第一個的話你就是 先把它轉成 你看到的 那怎麼樣把它轉成你看到的 第一個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插入最近使用過的Texter 不過跟人家一樣 你先做第一件事 先把它 這個格式先取出來 怎麼取按右鍵出的格式 把它切到制定 把這個公司先複製 複製做什麼呢 等一下貼到那個Texter裡面的 Formate Texter就可以了 OK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這個複製 取消喔 OK 然後呢 然後呢 第一步先取得 它的那個背後的格式公式 二的話呢 在 切到Texter之後 把Value 指向他的生日 那Formate Texter 就是先記得 先打兩個雙以後 把剛剛的那個格式的公式 貼過來就好了 那至於貼什麼東西 暫時先不要管 沒關係 反正以後你就遇到 像有些同學說 老師我看到為什麼 跟我取得的資料 不相吻合 原因在這裡 也就是以後 你若遇到那個 你像之前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個貨幣 我前面貨幣怎麼切不到 因為就格式問題 因為它是有格式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能夠取得 前面的那個 資料 第一步啦 你就先把它轉換成什麼 這個 有沒有 所以喔 經過Texter之後 他就會把 這個 資料轉換 這個資料 OK 你想說老師這個不是 上面都有了 其實這是看到的 他裡面真的存是存這個 所以你一切都已經不成功 所以如果你要把你看到的 變成真正的是那個樣子的話 那你就用Texter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這樣就沒有切不到的道理了 所以 因為之前也蠻多同學常問說 為什麼我看到的跟我取得的資料 是不相吻合 原因在這裡 所以 我想Texter可以解決還蠻多類似的問題 OK 所以我說Texter很重要 但是很多人不會 甚至 從來沒用過 像我之前 遇過 蠻多同學 用都沒用過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把你看到的 跟實際上的 變成一樣的話 第一步 先把他裡面的格式 先按右鍵出門格式 自訂喔 有沒有 2 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裡就好了 這樣甚至可以把它 變成一個固定的 SOP OK 這樣保證不會 不會有問題 這還蠻好用的 然後按確定 好 這樣得到的 就真的是看到的結果 這個是假的 這個是真的 OK 真的話呢 再來我要切 前兩個字的話怎麼切 一樣 你就是 把這個解下 一般習慣是這樣啦 要不就是你直接在公式裡面 打那個Lapt 有沒有 在這個前面打Lapt 然後錢瓜糊 然後後面 0.2 這樣子 打個勾 這樣不知道OK了 或者另外啦 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自己比較習慣這樣 我就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 然後再把這個貼到Lapt裡面 什麼東西貼過來 這個 剛剛那一串公式貼 記得沒有等號 你不要連等號 兩個字就輸入2就好了 這樣我覺得 好像會比較順啦 因為如果你直接在公式裡面打 有時候會反而容易出錯 我覺得這樣貼好像比較順手 那再來的話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發現他是靠左還是靠右 靠左 所以喔如果你將來 樞紐分析表的時候有沒有 那因為樞紐分析表 他假如說要群組的話 群組的話一定是 數字才可以群組喔 你如果用文字的話 他是把他當文字 他就沒有數字的概念喔 他就沒辦法群組喔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還會遇到 另外一個衍生性的問題 如果你要樞紐分析表 然後要把他群組喔 你這個時候交給群組 他 沒辦法 因為他不把他當數字 因為他 不知道這個是數字 所以他也沒辦法群組 OK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需要再加一個動作 就是把他變成數字 那怎麼樣把他變數字 目前喔 他靠左喔 所以他是個文字喔 我如果把他變成數字 應該是要靠右喔 那怎麼樣讓他靠右 還記得吧 我們剛剛不是有插入一個 插入函數裡面喔 有用到 文字類裡面有一個函數 就是把什麼 把文字轉數字有沒有 就這個 將文字資料 轉換成數字資料 OK 所以value也非常重要啦 很多人喔 其實常遇到狀況 就是 像那個用V路函數 比對 發現兩邊沒有match 可是看到明明都一樣啊 為什麼就是沒有辦法match 其實 也是 資料形態 的問題 因為你看到的 雖然都是數字 但是可能其中一個是文字 另外一個是數字 所以你用V路函數去查的話 一定是 沒辦法match 那怎麼辦 那就把文字的那個轉換成數字就好 有的時候其實 可以從細節嘛 我剛剛講 靠左 那你可以value 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嘛 外面包個value就好 要不然的話就是減下 外面加個value 其實打個v就可以了 value 他會幫我加什麼 value前刮弧 後面再加個後刮弧 打個勾 有沒有發現 細節喔 就馬上出來了 有沒有 靠左 靠右了 OK喔 這個細節有時候說真的 這就是關鍵的地方 所以有的人為什麼怎麼做都不會錯 有的人怎麼做都錯 有沒有 因為你沒有看到那個細節部分 所以這個也是還蠻需要特別特別小心的 而且不是只有以色列的工具喔 其實很多地方的工具 都是同樣概念喔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特別去注意說 這個形態 不一樣 如果有一點不一樣 趕快 這個地方就要先做個 修正 如果修正OK 後面絕對就不會出錯了 喔 這個我覺得都是細節 因為常常我看到同學的那個問題 其實都是這種小地方 但是 如果你這些小地方都避免掉 我是覺得好像就沒有什麼 太需要 注意的啦 OK要向下填滿 再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利用插入什麼 樞紐分析表去分析了 不過分析之前還是注意一下啦 上面這兩個那個 一般這個就沒有正規化 理論上 藍應該放在第一列 所以像這種狀況也是細節 上面不要亂放東西 這怎麼辦 如果你要做樞紐分析的時候 請你把這上面的東西刪掉 如果沒有刪掉 也會出錯 因為樞紐分析表 蠻敏感的 只要多一些不應該出現的東西 他又不 就照樣補work了 OK好 那我們來看 怎麼分析 所以分析表 這個範圍對不對 你游標放其中一個就可以了 他會跟你講 是不是這個 出生格 A1到101對 按確定 再來的話 你就把什麼 把那個年次 拖拉到列 意思是我要主要分析年次 再把年次拖拉到值 那你會發現這個時候不對啊 因為如果你的資料拖拉下來是數字他會加重 可是我們如果不是加重的話 那我們是需要什麼 應該算幾個啦 有沒有 所以就是 把這個箭頭點下去 把它改成技術 算幾個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58年次的一個 59一個 然後比較多的 好像是69 10個 問題是說老師 我不是要一個一個的 我要把那個呢 50年次的全部一個group 60的一個 70的一個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利用什麼 樞紐分析表裡面的什麼 按右鍵嘛 你優標放在A5 有沒有 按右鍵之後你可以看到一個功能 叫組成群組 有沒有 按下去 那我們開始的話就50好了 結束就79 50 到79 OK其實你用預設的也可以啦 因為中間的話間隔應該多少 50到59 總共應該10個嘛 60到69 所以兼聚值 設為10 喔 這樣的話呢 就每 不過這基本上就是 5年級生 6年級生 7年級生嘛 按確定 他就出來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這邊 兩個 41個 有沒有 57個 馬上可以統計出來 那當然如果你要讓他視覺化的話 很簡單嘛 其實這個地方 比如說樞紐分析表按一下 然後你可以當然你可以用直條圖 最簡單 馬上畫出來 或者另外你可以 把它按比例算的話 你可以 這邊的話甚至可以樞紐分析表你可以用 圓形圖好了 比例 OK 佔比多少 OK 比如說 比例好了 這個版本 比例圖 比例 然後呢 這個上面你還可以把它怎麼樣 按右鍵 這邊好像有新增 可以讓他新增那個 因為上面沒有 圖說 文字嘛 所以按右鍵 可以新增標籤 讓他標籤產生出來 他就出來了 或者新的版本我記得好像他有一個 直接就是按右鍵 直接就加那個新的那個 圖說那個文字 好像有圖說文字 然後就讓他可以整個比例 看起來 更清爽一些些 他好像沒辦法 我看他加 這個加上去他是數量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改成百分比的話 你可以 這個還可以在 可是這個功能 可能要稍微熟悉一下 因為他是 如果上面的標籤要變更 他是放在設計裡面的新增圖表樣式 裡面的叫資料標籤 資料標籤裡面的話 他有個什麼 放在哪個外 比如說要放外側 這邊有個終點外側 你可以把它調整一下 甚至呢你可以再針對這個 標籤部分 去做其他的選項 他比如說我不要 數量 我要百分比 那你可以把 他的 類別名稱叫出來 比如幾年次到幾年次 然後呢不要數量 後面是數量 我把它改成百分比的話 你把它改一下 那值就把它改掉 這樣子 就 完成了 看起來其實 相對起來 會比那個什麼 你可以兩個都放 一個是數量 一個是比例 就很清楚 有沒有 如果 比例上看起來 甚至你可以把這一塊 最多的這一塊把它拉出來 最多的話就七年級 數量這麼多 有沒有 其實說真的 如果今天 假如老闆想看的 一定是想要看 你給我圖看最好了 你給我看一堆報表數字 我看了頭暈 對不對 其實有些老闆最喜歡 就看這種 很簡單 我馬上我要上台報告 你就拿這個給我 在簡報裡面放 人家一看也清楚 他也比較好說明 不然的話說真的 後面你給他一堆的數字 他其實要報告他也是 蠻頭痛的 最怕就是放這些東西 然後沒有分析 就是一堆數字 那根本不知道要幹嘛 OK 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 幾個重點稍微說明一下 第一個我們是用TEST 把 表面上看到的真正 把他轉成實際上的內容 再利用LET 再利用VALUE的話是 把他的形態 特別說VALUE很重要 把他從文字 轉成數字 你才有辦法群組 因為之前有同學 他忘了做VALUE的 這個動作 群組就一定失敗 所以 以後 你如果遇到沒辦法群組 第一個想到 型態不對 沒有 沒有沒有別的啦 應該我看到 因為百分之 大概快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這種狀況 因為同學說 我為什麼要群組 你沒有轉啊 你怎麼群組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是數字 才有辦法群組 如果沒辦法群組 像剛剛我按下去 沒問題 有同學 一按下去 就是 沒辦法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檢查一下 你這個地方 有沒有 而且資料是不是靠左 靠右還靠左 大家看一下 其他就是 利用什麼 利用剛剛那個 分析裡面有樞紐分析圖 看看 你喜歡用哪一種類型表示 那個視覺化結果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其實常用的一些圖 大概也就夠了 我覺得 就是 至少就是讓 數字 很簡單 清楚 明白的 讓它呈現出 背後 最重要的那些意義的話 那就是好的呈現方式 不要讓人家覺得 資料怎麼那麼多 到底哪個 會員數量最多 那我才知道說 哪一個會員最多 我應該要 針對那個會員 最多的部分 去做行銷 才會是 什麼 有 這個 相對你可以花比較少的力氣 可以 做最好的行銷 這部分 也許 請各位 試試看 那其他當然如果你要再做樞紐分析表 其他 甚至你可以針對 血型吧 譬如說會員裡面到底哪個血型的 比例是最高的 然後 電信業者這個其實也看不太出來 因為我不知道0911 0928 可能好像不同的 業者是不是有不同的號碼 其實也可以做一些 統計分析 這個部分請各位 試試看 那我 剛剛講的這個 部分 其實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所以如果你們要參考的話 雲端白板的第 第四頁 這邊也有提到 還有 剛才不知 確認 如果唯一我們可以有麻煩的 我們 discussion 我們做一些 解決 我們做一些